國民黨缺錢跟誰借錢 那錢也是跟郭台銘拿的 那你怎麼會說金主奶糧是五三貴 到後來講是你國民黨忘恩呼籲 郭台銘參選 反而會逼得聯盟成行 氣誰都沒用啊 團結起來 三豬小豬合力蓋房子 我一直覺得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我不是非常懂 第一個 就像剛剛我同意你剛剛講的 柯文哲跟侯友宜 繼續打下去就贏賴清德了嗎 輸啦 你們會合嗎 不會啊 我不懂 那現在郭台銘出來就等於保送賴清德 為什麼有這個邏輯 郭台銘加入戰局 然後 當選機率就等於零 那我的結論是他沒有講完整 就是說 侯友宜跟柯文哲兩個選到底 當選機率也等於零 這個郭台銘出來選 所以我就侯友宜選不上 所以就表示說 中華民國沒有了 你就是吳三貴 那請問你 有個柯文哲你侯友宜選得上嗎 一樣啊 那我再問一件事情 郭台銘什麼時候領獲國民黨的薪水 什麼時候拿過國民黨的好處 也沒有他只有榮譽黨員那一次 那這算好處嗎 請問你 國民黨缺錢跟誰借錢 就跟他媽媽 跟郭台銘媽媽說 幫一下國民黨 那不是郭台銘點頭 郭台銘媽媽拿來的錢給你 對 再來 我公開講沒有關係 馬英雄當黨主席 金普通當秘書長的時候 他要 補助所有的國民黨的立委 這錢也是跟郭台銘拿的 對 那個時候都有新聞 對啊 嗯 他就是你國民黨的金主耶 嗯 如果這樣講 是你的奶娘耶 嗯 沒錯 同意 那你怎麼會說金主奶娘是吳三桂 這忘恩互義嘛 有什麼資格 說我 我這個不支持你 我自己參選 我不支持你 活友宜 我就是吳三桂 嗯 誰需要誰比較多 到後來講是你國民黨忘恩互義 如果不是郭台銘出來 對 拉走了 這個柯文哲的支持度 對 他也沒拉走你活友宜多少 因為沒什麼東西可以拉啦 對 他也拉一點就賴心得啦 他主要是拉走了 這個柯文哲的七八趴 郭台銘參選 我的看法是反而會 逼得聯盟成選 柯文哲的算盤是說 要氣喉保柯 然後這個 活友宜的算盤是說 要氣喉保喉 兩個人他有這種想法對不對 對 他坦白講不可行嘛 你們做一條路啦 氣誰都沒用啊 團結起來 三豬小豬合力蓋房子 嗯 這個好 白就是啊 三隻小豬合力蓋房子 然後 郭台銘參加進來的話 把柯文哲的支持度往下拉 他就更願意來談判嘛 不想誰氣誰嘛 三個人就誰氣誰都沒用嘛